六哥 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以为我是白吃干饭的 头儿 感谢你今天手下留情的不傻之恩 这可不像是你陆阿六 应该说出来的话 此一时彼时啊 不过我是由宋的 谢谢 坐吧 说说你的来意吧 找到了人和电热胶片 这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 而另一半就是怎么把他们 安全地送出去 你不是出了名的神算子很能算吗 那你来算算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 你就别听这大的事了 那你 献计献策 献计献策 你说 我洗耳恭听 小分队 想要杀了河 你别说 很多毕竟 阻止他们望风披靡 就连他们的首都 也在我们的手中 军部三个月 王文华的鸿图伟业 指日可待 王子 千万不要低估了 中国的战争情历 和隐藏在民间的抵抗意志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不要命的 既然连死都不怕了 那还有什么可在华夏的呢 骄兵必败 你我对此 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那两个美国人和电影胶片 虽然落到了小分队的手上 但任何东西还没有离开 只要人和东西出不去了 就总有一天 还能够回到我们手上 王子 带上你的人 在各个关隘 路口 桥梁 渡口 全部设下昼夜盘查 严防那两个美国人 和电影胶片 被这支神秘的小分队 弄出去 你的意见是 暂缓行动 易进不易动 易速则不达 这可是治理名言呢 王子 动不动我说了不算 咱们得听上级的 有朝一日 跟那支小分队狭路相逢的小 我倒要试试看 究竟是我杜鞭家族的 五十道锋利 还是他小分队的脖子硬 具体细节都记住了 记住了 好 你俩完成任务 立即回来 路上注意尾吧 还有就是 桃儿 你以为我们 还是三岁的孩子呀 用得着你像妈妈似的 嘱咐来嘱咐去 唠唠叨叨个没完呀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 那就另请高明 宇涵姐 我说得没错吧 桃氏在关心咱们呢 多嘱咐一点不为过 我尊敬的宇涵姐 也学会潘马屁了 你这张小嘴 真该抽 行了 我不说什么了 你俩去吧 是 想什么呢 我想什么跟你有个屁关系 还是 一静不一动 咱们可是小分队 可不是在这儿 等日本鬼子来抓的 等死队 你别在这儿 给我放屁行不行 有事跟头说去 我这不是跟头 说不上话吗 那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是我说话 没你有分量 我拉着分多 量就大呗 陆二六 别给脸不要脸 不识抬举 我可不想在这儿 跟你打架 不是 你俩呀 最好能打起来 我呢 还能过过眼影 我看那俩谁先动手 打呀 这是人呢 都要被毙疯了 我达到你了 我 vivir了 我曾经 你愿意就好 我什么回事 我让你来 你一个人 你肯定喜欢 等等 我 是什么 用手 但是你 你愿意 咱们有 有 在哪儿呢 那儿 站住 同行证 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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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里面拿指令 我在外面给你警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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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快走 我告诉你啊 把咱们的人全部都撒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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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那不行啊 队长 那 那万一要是抓错了 黄军怪罪下来 哪来着这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 您肯抓错三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只要我们抓住的那两个 假的日本娘们 一切是那都万事大吉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行动吧 是 好 小心点 二 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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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